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 假定有個曲面 它的這個子極 就是說它的那個 那個補片 一個小集合 一個曲面的一個小部分 它每個地方 那個 第二基本形式 都等於0的話 那麼這個 貼片 就是說這個小部分 這個曲面這個小部分 是一個平面的 這題它的意思就是說 要證明說 一個曲面 它每個地方 它的第二基本形式 如果都是0的話 那麼這個曲面 就是一個平面 好 來證明 首先 這個L 它等於0 L是等於多少 L 這個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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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考慮這個 R U 等於0 這個本身就等於0了 為什麼這個本身等於0呢 因為 我們一個曲面 它沿著 U方向的 方向的 那個什麼 方向 就是那個切項量 切項量 切項量跟法項量 是互相垂直的 這是切項量 在切平面上的切項量 跟法項量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這繞得起來等於0 我給他 對U 微分 這個當然也是等於0 這偏微分以後 這個頂多大 是前面尾 這是 兩次 前面尾 後面不尾 加上 前面不尾 前面不尾 尾後面 and U 因為這一項等於0 這是L 它已知等於0 也就是說 這個曲面上的每一點 第二基本的形式都等於0 所以第一個量的話 第一個分量是0 這本來就是0 所以我就得到個結論 這個痘的這個等於0 代表 這個跟這個是互相垂直的 代表這個RU 垂直連這個MU 好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是R 這個 U DOT N 我現在對什麼 對V做偏微分 這就是R U V DOT M 加上多少呢 R U VDOT N 加RU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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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 NV 因為我對V 更好 這一項 等於0 因為這是M 這是N 這是L 這M 這M的話 乙之等於0 乙之等於0 他說第二基本形式等於0 這個本來就是0 所以這個是等於0 那就得到什麼結論 得到說 這個是R V 跟什麼 互相垂直 跟那個 MV垂直 R U 跟什麼 跟MV垂直 不過這個 原台不太好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再來 同樣道理 同樣道理的話 我 R V DOT N 我對U 偏微的話 這會等於多少呢 前面尾的話 DOT N N N等於0 所以這個是等於R V DOT N U 這個就等於0 為什麼 因為這個等於0 前面那一項的話 前面那一項是N 這個是讓他加上一下 加上一下說 RVV DOT N 前面尾 沒有 RUV DOT N 那應該是那個 M M M等於0 所以這個等於0 這得到什麼結論呢 就是這個 RV DOT NU等於 跟那個 NU垂直 這兩個 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 這要什麼結論呢 這NU的話 跟切平面 互相垂直 因為這個 這個是 假設這是RU 那這是RV 那現在的話 這個項量跟這個兩個都互相垂直 那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項量跟這個平面互相垂直 也就是說 NU 它是跟什麼呢 跟那個切平面是互相垂直 跟那個P P是互相垂直 在這一點上面互相垂直 同的道理 同的道理的話 還有另外一項 另外一項我們可以推出來 就是說 你說給他什麼呢 RV V N 對V偏會分 這個就得到 得到這個 N N的話就是 RVV DOT N是N 加上多少呢 RV DOT NV 這個會等於0 因為這個等於0 這個等於0 因為已知 所以這個的話 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 RV DOT NV 這是互相垂直的 那以後這兩個我們得到結論 得到結論說 NV 跟什麼呢 跟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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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曲面在P這一點的切平面 互相垂直 既然這樣的話 那我就知道說 這個 這個就跟法項量互相平行 這個 跟這個是互相平行的 它又跟法項量互相平行 N U 跟那個 N V 互相平行 好 我們曉得說 它現在的話 就是說 這個N的話 是沿著那個 沿著什麼 沿著這個 那也就是說 我們就知道說 那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N 它是一個長速向量 為什麼它是長速向量呢 就是說 你N N它大小是固定的 那現在就是 它往呢 U方向偏位混以後的話 結果 它得到的那個方向 跟它一樣 也就是說 這個N 沿U方向 V方 沿U方向 V混以後的話 它方向沒有改變 沿V方向的話 它方向也沒有改變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N的話 在這個區面上的話 方向都是不會改變的 它從一點 移動到這一點的話 移動到另外一點 從一點 移動到另外一點的話 方向不會改變 但是問題是N 我們是把它固定成 是單位向量 所以它大小也不會變 那方向不會變 大小也不會變 所以呢 它是一個長速向量 而且是單位長速向量 所以這是一個長速向量 好 那我就曉得的話 這N是長速向量 那N是長速向量 你知道的話 那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就是說 我這個R R的話 就是區面上的任何一點 的位置向量 這樣就是這個 我給它的DOTN 這是一個固定值 為什麼 我給它對 U偏位分的話 這個是等到 因為現在已經知道 這是長速向量 所以就等於 這個長速向量 可以提出來 就等於R U DOTN 但是RU 是切向量 切向量 跟法向量 是互相隨時的 這等於0 然後的話 R N 對V 偏位分 這個的話 這長速向量 是R V DOTN 這個的話 也是等於0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就是長速向量 因為這個東西 沿著任何方向的話 它都沒有改變 所以這是一個長速向量 沒有 講錯 這是一個長速值 這個是個內積的話 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存量 這個存量的話 往任何方向改變 也就是說 這是P 這一點嘛 它往什麼呢 U方向改變 往什麼呢 往V方向改變 這兩個方向是互相垂直的 再任何一點 往任何方向呢 移動的話 它這個數值都不會改變 它數值不會改變的話 所以這個是一個常數 就是一個常數 這個已經不是向量了 這是一個數 所以這是一個常數 也就是說 R DOTN 這是一個常數 如果一個常數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呢 每一點的R 收集起來的話 會是個平面 為什麼 我就在什麼 在這個區面上 隨便取一點 隨便取一點的話 這是個固定點叫R0 DOTN 這個當然也是這個常數 這個常數叫C 也是C 大概一減 那一減以後的話 你就得到 這是動點 這區面上的另一點 這是動點 R呢 減掉R0 DOTN的話 這個是等於0的 因為這個 減這個等於0 因為這兩項是一樣的 一減的話就等於0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 我們在高中裡面 這個就代表 代表X減X0 加上B Y減Y0 加上C Z0 0 就是N 那N的話 假設這個法項量 我叫做ABC 我單位法項量 我叫ABC 那這個就是等於0 這個高中裡面 這個叫做 點向式 所以就等於他 就是A X減X0 加上B Y減Y0 加上C Z1 Z1 這是我們在高中熟悉的 平面的方程式 平面的話 是4 所以我就證明了 它是一個平面 1 2 2 2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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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